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便有个别藩王造反也成不了气候 第三个原因 退一万步讲 即便藩王造反能重气候 也是他们老朱家的人坐江山呢 总比被外人抢去江山墙吧 机智如我 一切皆可掌握 第二个大坑是 留下祖训 当朝中有奸臣祸国时 各地藩王有权发兵征讨 以亲军策 也就是清除皇帝身边的亲信奸臣 这恰恰给了藩王公开造反的借口 人嘴两张皮 咋说咋有礼 明朝有那么多能臣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出来 朱元璋留下的两个妙计 实际上却是两个大坑吗 当然有 并且还有一位大臣曾劝诫过朱元璋 可惜啊 朱元璋不但不听 反而还将他大入大牢 折磨死在牢房中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而利于行啊 不听不听 皇霸念经 果然 剑文帝一即位 便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各地方王的威胁 为了清除这些威胁 剑文帝决定薛帆 薛帆 刻不容缓 你这是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剑文帝此举啊 惹恼了他四叔 也就是范王中的扛把子 燕王朱棣 神可忍 殊不可忍 朱棣立刻办出朱元璋留下了祖训 声称剑文帝身边有奸臣 然后打起清军策禁国难的旗号 起兵造反 史称禁难之意 祖训叫我来除奸 不杀奸臣 事不还 朱棣久经沙场 作战经验老道 本来就不好惹 再加上朱元璋遭一把朝中能打仗的功臣速将杀了个金光 所以战争一打响 剑文帝就变得十分被动 剑文帝是正派皇帝 举国上下都是他的粉丝 他本来有很多次机会除掉朱棣 但他却迂腐地对全军将士下令说 千万不要伤了我叔叔 以免让我背负杀术之名 是刘一线 日后好见面 士兵因为投鼠忌忌都不敢对朱棣下死手 这才让朱棣一次次逍遥法外 哈哈 一手好牌被你打烂 经过四年的奋斗 朱棣一举攻破了都城南京 当朱棣踏进南京的那一刻 他突然发现皇宫失火了 等大火被扑灭后 一个太监指着一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对朱棣说 那就是剑文帝 这烧得恐怕连他妈都认不出来 尽管朱棣也不确定被烧死的人 到底是不是剑文帝 但情商报表的朱棣很快便一口咬定 死者就是剑文帝 朱棣为啥要这么干呢 其实他是想让全天下人都知道 剑文帝已经死了 让剑文帝的粉丝彻底断了复辟的念头 剑文帝到底是生是死呢 很多人都认为剑文帝并没有死 而是化妆成和尚逃出了皇宫 事实上就连朱棣本人 也怀疑剑文帝还活着 所以他在称帝后 曾派大臣胡盈 以寻访张三丰的名义 在全国各地寻找剑文帝 派郑和夏西洋 去国外寻找剑文帝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十多年后的一天深夜 胡盈匆匆回京去见朱棣 当时朱棣已经休息 听说胡盈求见 连忙去见胡盈 据史料记载 两人彻夜长谈后 朱棣从此打消了疑虑 这话是啥意思呢 也就是说呀 剑文帝当初很可能活着逃出了皇宫 并且被胡盈找到了 此外 朱棣还确定 剑文帝已经对他够不成威胁了 成帝后 朱棣在自己的封地北平 修建了北京城 后来他又将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 一直到今天 北京大部分时间都是首都 更多好客 请加微信 19520104307 历史知识点 静难之一 是朱元璋大肆纷纷发忙 埋下的祸根 朱元璋的本意啊 是想加强皇室的力量 保卫大明江山 不料却给剑文帝带来了麻烦 再加上 剑文帝在静难之一中 应对失误 这才导致他被轻易夺去皇位 也使得朱棣成为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造反成功的藩王